苗栗区农业改良厂为了解决农民燃烧稻草造成的空污问题 研发了新型液态塑酵稻草分解菌并济转上市 可快速生产分解酵素将粗稻干7天内完全分解 而相较传统的固态分解肥缩短了一半的时间 操作省工又便利 水稻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粮食作物 全国种植面积大约有26万公顷 同时每年产出大约有141万公顿的稻草 稻农过去习惯露天燃烧稻草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 所产生的农烟危害人体健康 一般是受固态分解肥 需要14到21天才可以将稻草有效分解 而苗栗区农业改良厂研发的稻草分解菌 可以在7天之内快速完成稻草分解 我们会拆发更高浓缩的配方 无人机专用的 再把它更浓缩 一公斤就可以用一甲壁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越省工越好对不对 对 农友在稻米收割将稻杆切碎成5到7公分 立即放水并出整地 在经由浸水口滴灌分解菌 让这个菌快速均匀扩散 并注意稻田7天内充分泡满5到7公分水位 让纤维酵素更有效的发挥 分解不化粗稻杆以及稻妆 即可进行细整地和下棋座的插阳 第二棋的话 一般农友来讲的话 他不允许超过10天 10天以内他就赶快要翻根 赶快要从这个 为什么我们开发7天的原因是这样子 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希望大家收割完切割完之后 立刻放水 放水的时候 那时候腌不要腌太高 苗栗区农业改良厂 为了解决农民燃烧稻草造成的空污问题 研发新型液态塑酵稻草分解菌 并且忌转上市 可以快速产生纤维分解酵素 将粗稻杆7天内完全分解 相较传统的固态分解肥 缩短一半时间 操作省工又贬立 记者高雄双玉立正采访报道